鑽井菲尼克打野 我們今天要玩的是 WEEE 殭屍流星葵 什麼是殭屍流星葵呢 顧名思義就是當黏上對手之後 就永遠跑不了 這一套裝備可攤可輸出 可以徹底粉碎對面刺客 以及戰士想要衝後排的白日夢 這套裝備很好玩的地方是 你可以看到夸克在前面 我可以把他完全的黏住 後面的史蘭茲不斷的打我 但是你打我真的太癢了 如果你喜歡這些影片的話 也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讓我知道跟大家分享 一個單排的打野小訣竅 就是當你們輔助意識 有點跟不上的時候 而對面開場又有個芝麻湯圓 當輔助的時候呢 我建議大家還是以凱撒路邊 開會比較好 因為現在非常流行三人線 如果芝麻湯圓一直來亂你的野區 或是對面的三人線 突然入侵你的野區 你會有點措手不及 等等等等你會說 嘟嘟恰恰到底誰是芝麻湯圓 你給我說清楚喔 你們不覺得夸克的那個 左上角的小縮圖 很像是芝麻湯圓的感覺嗎 如果你覺得有像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跟我一起分享喔 好那對面凱撒路走的是櫻桃鴨公主 而我們走的是一個大腐生鏽爺爺 昨天我在網路上看到一篇文章 也想要跟大家討論看看 他的標題是 大家玩遊戲最開心的點是哪裡喔 他說他玩開心最開心的點是 很喜歡那種大家聚在一起邊吃東西 然後玩經典玩自己喜歡的角色 就算被打爆也是大家一起被打爆 大順風的時候如果是四排 會為了多贏想要多虐一點 然後充分了解一個角色 熟練一個角色之後 拿出這個角色來counter對面 真的是非常有成就感喔 你玩穿梭最開心的點在哪裡呢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一起分享喔 我玩穿梭最開心的點 就是在網路上發現一些奇葩的出裝 或是一些外服的特殊出裝 而台服還不流行 我每天都迫不及待 想要把這些裝備都試用一次 好那今天呢我們要玩的是這套殭屍流星葵 什麼是殭屍流星葵呢 你可以看到他在前面的裝備出打野服 我可以跟各位保證下個裝備喔 很多戰士型半坦型的所有打野 絕對會出打野服 因為下個版本打野服 真的是太強了各位 而抽到打野服之後 你可以看到他動日戰斧 加上寒冰法砲之後 最後出了一個宇宙機塊 這個機塊最近在比賽當中 也是人人出一個非常強烈的裝備 歡迎大家把影片按下喜歡 加入你的收藏出裝 到時候如果你想要玩玩看這一套 殭屍流星葵的話 也是你最佳的出裝喔 好了那跟各位分享 還有另一個非常好笑的事情 在前幾天的影片 我不是跟大家分享說 我朋友問我說做YouTube有什麼訣竅嗎 然後他好像沒有什麼打過遊戲 我就把我的影片傳給他 他就說 欸不錯嘛 你是做相聲的喔 我像你的相撲火鍋啦 我明明就是一個打遊戲的實況主 你是從這個畫面 哪裡看出來我是做相聲的 你說我體重有點像在做相撲 我還可以接受 星葵這隻英雄 我覺得很好玩的地方是 他目前的基礎傷害非常高 所以你出什麼樣子的星葵 都能獲勝 我還記得我在網路上喔 越南伺服器有人發明了一套魔法星葵 我是很想用用看啦 可是我怕用出來又有一些人生氣了 好了那以後呢 如果我覺得是比較偏向惡搞型的裝備 我也會在影片裡面說 那像這套裝備呢 我覺得裝備是可行 可是魔紋還要再稍微做一點調整 我覺得魔紋 像這種戰士型的英雄 帶聖靈召喚 看起來真的太特殊了 因為我覺得星葵就綁定四個魔紋嘛 黃色一定是帶那個增傷的 那如果是中間的那個 一定是帶雙穿的 那比較有部分不一樣的地方 大概就是到底是要紅色點滿 還是黃色點滿 目前很多星葵 幾乎都是點輸出型 或是持續型的絕地死鬥星葵喔 不過這套星葵 我也是可以用用看啦 當然聖靈召喚觸發之後 那個感覺還是非常強的喔 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在傳說對決 有戰士系列的英雄 帶聖靈召喚的 我只有看過凱格路士而已 其他的英雄我是完全沒有看過 好 那這個時候呢 魔法音樂老師在前面喔 小心喔 芝麻湯圓在旁邊要吸人 不過沒有關係 我就貼上去打 因為星葵這隻英雄 有個超帥氣的無敵大絕 哇 我剛剛是卡牆嗎 我完全飛超過了一個牆 而我的聖靈召喚在旁邊 直接變成了鳳梨酥被我吃掉 我覺得星葵的英雄動作 真的非常多欸 他動不動就會直接站起來 伸懶腰真的是非常特別 好 那在這邊呢 我們就進場直接把對面 英雄老師收掉 欸 這 呃 這個芝麻湯圓還差了一點喔 牙籤大俠三連殺 我的天啊 你也太強了吧 你們不覺得史蘭茲丟出去的東西 很像牙籤嗎 每次我都跟我朋友說 殺那個牙籤 殺那個牙籤 然後誰是牙籤 就是史蘭茲啊 不然史蘭茲這個名字 你不覺得念起來 真的是超難念的嗎 你有 你對英雄有取一些綽號嗎 我最喜歡把別人取綽號了 如果你對英雄有些 非常好笑的綽號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跟我一起分享喔 對面的芝麻湯圓 好像沒有看到我要入侵 對面的野區 而白髮布萊特壞壞騷年喔 好 沒關係 這個讓給他 我覺得如果我強行入侵野區 非常有機會被包夾 玩打野的部分呢 就一樣從菲尼克連連砍 從頭連到尾喔 奇怪 我覺得好像 自從國小五年級之後 考試再也沒有考連連砍了 什麼是連連砍喔 老師就會把兩個題目 和答案分別在兩邊 然後你就要把題目跟答案 直接連在一起喔 好 那我們把藍buff打掉之後呢 下落好像有點微舊 白髮音樂老師 還有個不良少年 再加上小櫻桃 直接包圍了我們的生鏽符 爺爺喔 誰是小櫻桃 你不覺得艾翠絲的 縮圖長得很像櫻桃嗎 我是這樣覺得 好 那我們接著呢 就去代輔對面的牙籤霞 可是芝麻湯圓可能會在旁邊 那我們先把對面芝麻湯圓抓掉 喔唷 有綁到牙籤霞 那我們直接過去在塔前面 開了一個大絕招 就直接撞上去 這邊我失誤了 我扛太多下塔了 看到我的殭屍流 完美的把夸克 黏到完全不敢動 這就是這套裝備最可怕的地方 艾翠絲開大絕 也沒有關係 那我們直接過去撞 欸 欸 是我太早落地嗎 我以為我可以撞到牙籤霞 好 沒有關係 現在我們就利用優勢 那潘因開了一個大絕招之後呢 進場想逃跑 那我們直接抓住史蘭茲 你看他的移動速度 完全跑不到 利用大絕招 輕輕鬆鬆的把對手給收掉 你覺得我剛剛表現得非常精彩嗎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一起分享喔 那我覺得很多人玩打野的缺點就是 當你們打出優勢之後 你不知道該怎麼結束這場遊戲 怎麼結束這場遊戲喔 除非你爸媽叫你去吃飯喔 不然就是一定要打凱撒喔 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我說三次 很多塔也看到真的是 令人覺得很想翻白眼的地方 就是優勢一直不打凱撒 又不打魔龍 你又不推塔 然後整場在那邊越塔強殺 這到底有什麼意義 各位不要忘記 傳說對決是一個真正的推塔遊戲 地圖上的點呢 越少你們就是越強 我是說對面不是你們自己加 你們加全爆你就完蛋了 現在裝備其實也差不多出到成型喔 當我在出完宇宙麥克雞塊的時候呢 就是我真正強的地方 你會說什麼是宇宙麥克雞塊 就是那個宇宙魔方 那個裝備叫什麼我也不知道 總之就是按下去有個超級厚的護盾 當我想到我吃麥當勞的時候 最喜歡吃的就是麥克雞塊套餐 我們的艾瑞直接綁了非常多人之後 閃電俠也直接過來 白米扇跑一千六 那我這邊 我失誤了 我一個原地旋轉木馬和平啊 各位 天啊 我這個真是超低端 失誤了一個原地的旋轉木馬 到底在那轉什麼西米路 那我們直接黏上去把艾瑞絲 你可以看到他完全動不了 放棄逃跑之後呢 玩星葵有個小訣竅就是 不斷的利用你的二技能去撞牆 就是往牆壁的位置拉 因為你撞到人之後 可以把對手擊飛0.5秒 而且更有趣的地方是 你的二技能只要撞到隱形角 他就會直接現身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排行榜的星葵 最近勝率好像有點降低 是大家都知道怎麼對付星葵了嗎 在下一個版本當中呢 我想要跟各位先預測一隻英雄 他絕對會變得非常強 就是中路或是輔助型的威拉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紅色的輸出型魔紋變痛了 各位到時候改版後 我再為大家第一手測試 那把水蘭茲黏住之後 剩下就交給拉威爾 去把他收回他的兔子小窩了 哈哈 欸這個菲尼克跪下 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我有點忘記了 如果你當在我的遊戲畫面 看到呢 是一個肥宅的若宜的話 那就代表我三連殺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歡迎對你的影片按下喜歡 掰掰囉 各位我們明天見 剛剛結尾有點卡詞了 抱歉